哈喽大家好我是仲哥今天是5月23号 欢迎大家来听我的解盘节目 那节目开始还想麻烦大家帮我在影片下方 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提出来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另外这边我的群组还没有加入的 要请大家拿起你的手机 帮我Lite输入小大叔BBA5820H Telegram请输入FIN17168 那当然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加入我的群组 两个群组请一定都要加起来 因为这两个群组你才可以掌握到完整的讯息 那再来我的YT个人频道也请大家扫描QR Code 帮仲哥订阅起来 那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的影片上架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 所以请大家帮忙把这个QR Code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让这股散的循环形成一个正能量 那人家说团结力量大 所以请大家帮忙多多分享我的YTQR Code 另外这边你来问的哥来回答 昨天有蛮多好朋友留言的 那大部分都是留言加一 加一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待会再帮大家做个说明 那这边先来回答一下关系好朋友这个问题就是 他问到53887呢 低档报大量是不是有猫腻呢 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就是只是一个死猫跳 对 那说实在众哥对钟蕾这一档 因为我觉得他股性呢没有到很好 他股性呢众哥被修理蛮多次的 虽然我对这档是有点没有什么太大兴趣 那以形态来看的话 这边我觉得也没有去做一个切入的必要 那当然如果你就可准载来看的话 可准载就是你趁着利空 或是在低档的时候去做布局 那后面涨上来之后 你这边就是做个顺势吧 有时候可准载布局方式 跟现股的方式会比较不一样 可准载就是趁利空进场做布局 那这取决于你后续呢 对他的这个远期的看法 会有多么的掌握度会有多高 那就众哥的 就众哥目前的看法是 我不太会想去做切入 因为呢 他的股性实在是有点有点 很爱欺负人 所以众哥比较没有这么喜欢 那如果单就可准载的话 可准载我觉得这里应该是个 可以布局的一个timing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其实 这边其实可准载它的价格 并没有来到一个很高的一个位阶 那特定人还在场内 那如果你看到故事还在的话 那其实这里是一个布局的一个点 那至于说爆大量 第一道爆大量 那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有人在吃货 但是这个量我觉得 如果说你是在这里爆量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 比较像是有一只猫 那不然的话 这里我觉得 我个人是没有太喜欢 所以就跟这位好朋友 简单做个分享 然后呢另外呢 这边对众哥特别跟大家 说到这一点 我要很谢谢这位好朋友 这位呢 众哥看不到昵称 就姑且说 他好像跟我是同性 这跟就是这个L L先生还是L小姐 众哥要非常谢谢你 因为他说 我是一个非常中肯的分析师 没错 我们就是一个脚踏实地 非常勾矣的一个分析师 那谢谢你的鼓励 我们呢一定会继续加油的 那这边有个好朋友说 就是天下没有白吃午餐 对是的 没错 人家都说呢 不要钱的最贵 好吗 所以就是 如果你想要 就是出轨 没有没有 不能这样讲 等下又被逼逼 我们想跟大家聊到的是呢 天下的确是没有白吃午餐 那你想要怎么收获 你一定要付出努力 那如果你连努力 都不想努力的话 就请你拨打 0223219933好吗 你将付出一点点的成本 小小小小的成本 这就像是什么 一种营养午餐的概念 好吗 所以就请欢迎大家 可以跟着我们加入车型脚步 那这边呢 有好朋友就是 昨天有来视讯这种歌的 或是你有打电话 就是我们昨天直播有一个快散活动 那这快散活动呢 这资金流向表呢 这种歌已经整理好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找小秘书 索取这份资金流向表 所以请昨天有来参加 直播的好朋友 记得一定要找小秘书索取 那我们来看看呢 这加一到底是什么呢 加一就是 大家在猜这种歌 到底呢 有没有把红海买回来 那加一认为有买回来 加二认为没有买回来 我们来看看到底 有没有买回来好吗 那这边呢 我们想先跟大家追踪一下 昨天两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相信呢 如果你长期追踪我节目了 你应该都知道 钟哥对这两件事情的看法 是如何看待 所以我对这两件事的看法 如果是偏正向话 那你应该都知道 我红海到底有没有买回来的 那我们先来看到 Apple MC会议 那昨天公布了这个会议纪要之后呢 那其实跟上次聊的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我觉得是老掉重坦 所以可以看到 美债值率 其实没有太大破洞 那他这边聊到什么呢 高利率 维持在一段时间 而且是非常长 所以这边呢 其实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聊到 只要降息预期还在的话 那这边就是多头行情 但是真的降息那一刻 我反而会特别小心 那这边市场上认为说 大概9月或12月的时候 会开始进行第一次降息 那当时 当时是做第一次降息之后 那我们或许就开始 稍微稍微去留意一下 那钟哥还是保持着 不睡觉 找拐点 那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我在更早之前 我跟大家特别聊到 就是谢天机这份资料 我有跟大家特别聊到的是 上半年 我觉得都没事 都没事 就是可能到七八月都没事 那下半年 你要开始去留意一下 高利率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 那如果经济真的产生影响 而导致于降息的话 那我就会稍微谨慎一下 那原则上假的3%以上 我觉得都还不是太大问题 3%一下 我就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 为什么呢 朋友们 你去想 他为什么要降息 他降息一定是 可能出了什么大事情 比如说 疫情再来一次 或者是什么经济大萧条 所以那时候 你或许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那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都没有事情 所以请记得一个 一个keyword就是 真的降息那一刻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Emedia财报 不管是营收获利 还是营收指引 全部能超出市场运行 但是众哥认为 盘后股价大涨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 这个6月7号的拆股 应该是受到这个消息 影响而激励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虽然说超出预期 但是没有像先前一样 超出预期那么多 所以我认为主要是因为 这个拆股影响去导致盘后大涨 那是我在前几天的节目 也有特别跟大家提醒 过去呢 就是不管是从2月 2月我记得我跟大家聊到 AI跑得慢的 请你记得关灯 或是去年大概是7月那时候 其实每次Emedia公布财报之后 都是台股AI server的转折点 不知道同学朋友 你还有没有印象 所以这里呢 这里的台股AI server 除了GP200之外 也是如预期的见到转折点 那我在前几天节目 也有跟大家聊到 这里呢 如果你要去布局 H系列的 请你要特别小心的 这里众哥会以 GP200为主 因为呢 这边如果见到转折点 那这些H系列的个股呢 很容易被打回原型 只有GP200 就当下趋势 才会继续的往上涨 那可以看到 GP200 GP200 目前排名上有什么个股 我们从先前的GTC大会来看的话 第一个 肯定是台股电嘛 因为金元代工 目前呢 不管是Emedia 或是Apple 都只能找台股电 那再来第二个是什么呢 在ODM这一块呢 是鸿海 鸿家军 好不好 鸿家军 我们已经跟大家提醒非常多测 在GP200 会全面的转为一冷三热 这个过去七冷三热 已经不符合需求 接下来是一冷三热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排名上 是不是就在涨这一些呢 我们先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台电呢 今天持续的往上做个电高 那我们也有跟大家聊到 以目前的市场氛围来看的话 台电呢 是有机会成为千金股的 那以今天呢 今天的倒数是125块 所以倒数125块 表示台股呢 如果真的如市场预期的话 大概还可以涨1000点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水冷三热 虽然三热其实我们这个趋势呢 已经跟大家聊过非常多次了 我们从去年三月 就一路跟大家提醒 那当时候呢 也是有很多的利空打压 比如这里吧 应该这里 这里呢 就是超导体是不是 超导体呢 然后让这双红或是齐红 连续了两根跌停板 当时中哥脸都绿了 但是呢 我们当时认为是 超导体只是一个假一体 他只是发表论文而已 只是发表论文 到要真的开始量产实现 那要多久 没有人知道 所以认为只是一个假一体 所以当时呢 我们并没有出场 我们甚至呢 还经常就买进 所以在这个区间 正大过程中 我们是呢 持续去做一个 带新朋友去做买进 那这边呢 后来呢 即便你是买了300块 我相信这边都赚了快两倍 那我们大概是买了什么时候 买在去年3月20号这边 然后我们参加过一次的还原全息 那这次呢 我们也打算呢 继续参加还原全息 所以水冷散热 我们这已经在讲非常多次了 气冷散热已经不符合需求了 所以未来是水冷散热的天下 那众哥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我想布局一档 水冷散热隐形产业冠军 那这一天呢 终于有开始跌了 好不好 众哥很很期待 他哪天突然中错的时候 那除了水冷散热之外 再来就是聊一下这个ODM的这个红海了 那红海我们在这5月16号的时候有跟大家聊到 我们已经有先获利调节一趟 当时还蛮多好朋友担心说这种歌会不会买回来 但原理上就是这样子 这种行情就是你丢我捡 你追我抛 虽然我们这边有把这个筹码卖给有需要的 那后来呢我们是有买回来的 就跟刚刚这些好朋友聊到嘉义是一样的 我们是有买回来的 我们大概买来什么时候呢 大概我们大概买在166 167这边都有进场去做买进 所以今天上来其实呢也是有赚到价差 那或许呢你觉得这价差 嗯好像没有什么 大概就是10来块而已 10来块但是你想哦 如果10来块你买个10张 你买个100张 哇那就不一样了哦 你如果买个10张这边就10万块价差 买个100张这边就100块 100万的价差 所以说这个价差重不重要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把它赚起来的话 也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不是随时随地都在赚 想要去赚这个价差 我们是会看盘面变化 比如说这里 这里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跑 那这一段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跑 因为这里只是一个涨多修正 那这里为什么要跑呢 因为我认为这里呢可能会有个乖离修正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大盘 就是乖离也比较大 所以其实每一个阶段 我们会有不同的策略 那或许呢会有好朋友问说 诶仲哥 我看你的节目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我为什么要参加你的 你的会期 为什么我要跟这里做 那朋友我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你要跟着我做鸿海 为什么要跟着我做鸿准呢 因为我是全市场第一个跟你聊到 GB200最收惠的就是鸿家军 在3月13号的时候 当时大概在120左右 大概在这里 那3月13跟你分享之后呢 我们还跟你聊到这个鸿海的这个产业报告 那跟你聊到说为什么鸿海会有机会 有机会可以超越这个技嘉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技嘉走势 这边技嘉走势是不是如这种哥跟你聊到 H系列 请你要特别小心 以media财报公布之后 会开始见到一个转折 那可以看到技嘉 这边就是开始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小黑K 那如果趋势一个是向下 一个趋势是向上 那谁说鸿海不可能超越技嘉 所以这边其实我们都是 有产业的背景在支撑着我们的看法 那这也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钟哥还有一个独家看法 想跟大家做分享 为什么你要跟着钟哥坐鸿海 因为我们总是走在市场前面 所以可以看到这几个节奏 我们抓得非常好 包括GB200的产业讯息 或是对夏普的看法 其实我们都帮大家更新的非常完整 比如说当时时候市场预期说Q1 营收占比会会来到26% 那结果结果出来之后是来到28% 我们要请大家特别去留意一下 云端网路营收占比这一块 那消费性电子我觉得都已经过去了 因为股价其实已经反映了 那这边就是这边已经提升到28% 而且接下来是逐渐往上提升 还有最重要的是这看法 全市场也是我第一个跟你分享的 就是鸿海这个GB200占了六成 广达占了两成 那后来呢后来这个其他同意看到我这个看法之后 也通通仿效都拿这个出来讲了 但是呢这个从源头追溯化 我们是全市场第一个跟你分享 鸿海是拿到了60% 那鸿海拿到60% 广达拿到20% 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些数据 因为这种背后有个非常庞大的研究团队 那这些团队呢会帮会帮投资朋友 去更新一下目前市场的一些news 那这种在根据什么 根据形态来去跟大家做个分享 所以这边接下来鸿海独家看法 你一定要掌握 那怎么掌握呢 请你一定要加入我的light跟telegram 那这种会在上面呢 跟大家做分享 那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直接拨打 0223219933 直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因为呢这个独家看法 我一定是先让我投资朋友 我的家族成员做了调整之后 我才会 嗯对对对 这种也不好多说 就是呢请大家赶紧加入群组 赶紧加入我的家族成员 那这些呢时间关系呢 我就快速带过 4月22号要强短了 4月23强短之后呢 4月24呢鸿海大涨 就是当时的这个走势图 然后4月25国总退休了 目前这种看法是有缺到300 那300呢中间不会 中间不会一波到底了 那中间一定会有个甩轿 那如果你这边就给他 嗯就是没有跟着这种节奏的话 那到时候万一一个甩轿的话 你可能压力的会比较大 那这个甩轿过程中 其实我们可以来做价差 那价差这边10块20块把它赚起来 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独家看法 加入群组把它拿在手上 好吗就是这种个到时候跟大家做分享 更重要是请你拨打 0223219933 跟着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这些我就快速带过 想跟大家聊一下大盘 大盘呢 我原本预计说 今天如果出现转折的话 希望不要留下一个太长的上限 结果今天开这样收这样 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阿达里非常刚刚好 所以互选呢 那接下来行情呢 就是呈现一个震荡 那震荡过程中还是要请大家留意 不追价 找拐点 那我觉得盘呢就没有什么好多聊 因为接下来到暑假之前 我认为是夏日派对 因为呢 联主会跟美国财政部呢 是强强联手做多 所以这里找个股做就对了 那你想做红海的 你一定要来找这种根 因为接下来我一个很重要看板 要来去做个调整 那这个怎么调整呢 欢迎大家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请大家呢 这边加入我的Lider跟Telgren 也请大家可以拨打0223219933 跟着我们交通成员一起来好好的赚 最后呢 让众哥工商一下 明天呢 我们有个直播 那欢迎大家来参加 那我们明天直播见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情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